你跟沈侯 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 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 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 会形成阴影 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 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 到底是黑暗遮住的光明 还是光明照亮的黑暗 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 所以说 沈侯对于你来说 是什么呢 你现在说这些都太抽象了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了 我 现在比较关心我能从哪儿弄到十六万 那如果我说 我可以借给你呢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我恰好有钱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也不问我拿这十六万事要去干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科技的项目分析吗 如果合同顺利签成 你有提成可以拿 到了年底还有年终奖 算下来应该有六位数字 其实十六万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赚钱那么容易吗 我既认可你的能力 也对我自己的公司有信心 有这么自信的老板 好像还钱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 就当是我提前对你工作的鼓励吧 谢谢陈总 谢谢你 对我的认可 和对我的信任 好了 时间都拖了这么久了 今天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你要再不回去工作的话 我可真要扣你工资了 好 你 你不是要去买咖啡 是 好了 老板您过目 说实话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这么古老的东西了 虽然古老 但是有效 我先出去了 你要去买咖啡 等一下 你就这么出去的话 公司的人还以为 我让你签什么卖身器呢 有客人啊 那我要不要敲下门 你什么时候敲过门啊 我先出去了 等一下 这杯咖啡给你的 志远 你又喝咖啡 你是不是还吃冰激凌了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这样会胃疼啊 你每次胃疼都要我给你拿胃药 你胃疼我也心疼啊 快 把胃药给吃了 这水也差不多正好 没事 我 我胃不了 爱吃不吃 妈 十六万已经转到你卡里了 看到立刻联系我 会电脑先说 对 它会没有 对 也是 对 我感觉尸体 有点感觉 不 ansch随着 我感觉太感觉了 骋骋骋子 骋骋子 起来 简直台 会结束他又来问我 知道严小诚为什么请假吗 我怎么说 你是不是跟陈总 胡说八道什么呀 开玩笑 别那么认真了 就是不知道 City姐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 没什么针不针对的 有个严厉的上司 是个好事 看你刚来 怕你再来 友情提示啊 City姐和陈总关系特殊 有多特殊啊 据说 据说啊 City姐和陈总 他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陈总在国外创业 City姐就陪着她 一步一步把DH建立了 但是一年前 陈总突然把公司的所有业务 全部调回来国内 City姐跟着她一起回来了 这么算起来 她跟着陈总的时间比乔总还长 你别看乔总值位比City姐要高 她见到City姐也是要记得三分的 为什么不签字 像我其实还不签字 你两个人不贾 我都以为自己赶紧 我都达了 你也编和你 你怎么你东西 你还不在北上 你还不只要 我现在在北上 你还没 8分呢 不但知道陈总家的家门密码 还经常留宿在陈总家 所以 种种迹象表明 Cindy姐和陈总 就是传说中的办公室地下恋情 地下恋情怎么了 她俩有什么不能公开的吗 陈总可能是想避嫌吧 你想 公司人多口杂 多麻烦 Cindy姐也不求民愤 就想安安静静地待在陈总身边 这么一讲 魔女也是挺不容易的呢 小小小 你是不是还知道点别的 我能知道什么 快说快说快说 快说嘛 我求你了 大哥 我现在脑子乱得一塌糊涂的 你还在这儿来跟我八卦 能不能消停会儿 就是开个玩笑嘛 那么认真干嘛 赶紧工作 告辞 你别管了 你别管了 到底想想要考那天 你别管她 一定想有些人 multitude 你也认识吧 未来 这具音乐 我在那里UCK aleg慈的 胡总 你们先聊 我去财务院拿这个月报表 你去忙吧 妈 那个我不是故意透了 我这昨天跟刘叔叔一谈相似 我实在太累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妈没有怪你的意思 她是心疼你 你刘叔啊 背后没少夸你 你要是累的话再躺会儿吧 妈 我肯定会努力工作的 你那天答应我的事 你可别忘了 我还是要跟你说说严小晨这个人呢 来 你坐 傻孩子 你对他这么掏心掏肺的 你觉得值吗 当然值得了 妈 你什么意思啊 跟你这么说吧 前两天呢 我刚巧 到了严小晨工作的楼下 碰见他了 正好看见他跟他们老板 叫程志远 说还认识你 你说他们挺大的公司 为什么会雇用一个 既没有文凭 也没有工作经验的小女孩呢 我看到他跟他老板在一起的感觉 两个人的关系不一般 还能要不及兴 有钱 不舔滚人 不舔滚人 他你怎么会干啊 走 我公司的小晨 还是老板 怎么办 我可以你去做事情 你怎么办 我 我就很多想了 我都跟你说过了 晓晓她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更清楚 你妈我活到现在 我可以说是阅人无数 你呀 真是被她下了鼓了 妈 那个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我表明我的决心 你就 你就答应我跟晓晓在一起的吗 没错 之前啊 我是想答应你的 可是 并不代表天天让你夜过归宿 住到她那里去啊 你所谓的努力工作 就是陪着客户天天喝大酒 结果呢 晚上不睡觉 白天起不来 就跑到你刘叔这儿补觉 你拿这儿当什么 想睡就睡 想来就来 你说说 你这样下去 能撑多久 身体都先搞垮了 所以啊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改主意了 从今往后 你不要去销售部 跑什么业务了 回到总部 跟我学管理 反正公司以后 也是要交给你来管 妈 说好的事情你 你怎么能反悔呢 妈 你堂堂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你说话怎么能不讲信用呢 这要传出句话 别人会怎么想您啊 你这天天跟严小晨在一起 别的没学会 学会给你妈扣大帽子了是吧 好 那我就以公司大老板的立场 来告诉你 严小晨这样一个人 就作为一个普通的员工 他在人品上都有问题 这是什么呀 你看啊 这是朱棣给我的 严小晨住公司以来的报销单 上面充满了弄虚作假 铁的事实面前 你还有话讲吗 妈 这些话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 我根本不会相信 这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话 朱棣说的话 那你就这么相信 那我呢 他能比我更了解小晨吗 况且 况且这些报销单 随意修改都行呢 这能证明什么呀妈 我以为你懂我 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 可是现在呢 我告诉你 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 不管你说什么 做什么 我都不会和小晨分开的 好啊 那我也表明我们的立场 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 我跟你爸 坚决不同意你跟他在一起 否则的话 我 否则的话怎么样 把我改出公司 把你骗话了 从来就没有想待过 我曾经俩好女士 我郑重地通知你 帮我干 沈横 沈横 我要提醒你 人不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 你呀 要为你冲动下做出的决定 后悔终身 我发誓 我发誓 我不仅不会后悔 我还证明给你看 没有你 我会活下去 我还会活得更好 我会 你懂我懂我懂我懂 这不是你爸公司的项目资料吗 转性了 不是你买那么多酒干吗呀 我心情不好 陪我喝点 大白天你喝什么酒 再说你 都谈恋爱了心情不好 找嫂子去找我干吗 上班呢 况且 这事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什么事 我辞职了 那 那你妈那儿 别跟我提我妈 是吗 我还以为你跟她骨精肝来了呢 哪成像你俩这么点呗 谈个恋爱 还得先解决家庭矛盾 你说 这事我该怎么跟晓晓说 实话实说 你是因为她才跟你妈闹掰的 对不对 这事多帅啊 说不定嫂子一敢动 挂扎 再给你生个小猴子 去你 不过猴子我得提醒你两句啊 你这现在 你没了工作 又混家里闹掰了 你得小心点 什么意思 就是我之前提醒你的那个意思 你想啊 就算 嫂子对你情比金奸 但是她现在在城市远的公司上班啊 你架不住她虎视眈眈吧 你给我闭嘴啊 别下班啊 反正我提醒你了啊 我去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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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来问一下 我去问我 你去问一下 我去问一下 以设计 你收拾行李干吗 你不会又要不高二别吧 我要不高二别 我会就只收拾这几件 那 那还不是因为 你上次突然消失了 我都有后遗症了 我 你收拾衣服干吗 出差啊 我得回家一趟 回家 回家我陪你去 不用了 你还得工作 老请假也不太好 晓晓 我辞职了 事情就是这样 晓晓 我妈要说什么不中听的话 你可千万别理她 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 就突然变成这样 你确定 你不回去了 我是还待在公司 拿着公司的工资 我就还是我妈的空手 工作嘛 大不了再涨 我发现 我对于跑销售还挺有天赋的 再熬个一两年 赚足了本金 到时候我干脆自己创业 拉着雨晨一块儿干 晓晓 你别担心啊 你别担心啊 我真的想清楚了 工作也很多 但是 你只有一个 我是把你弄丢了 我上台去找一个一模一样的你 所以 我希望你支持我的这次决定 你知道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 你都不知道 我在来找你之前 我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直到我见到你 我突然就有了勇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突然发现 我们之间 应该最纯粹 最真实 不但有一丝丝隐瞒 我明天回老家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 真的 如果你不想去也没 没 没关系 愿意 愿意啊 我行李都带来了 说走就走 我们家可比不上这儿 吃的和住的可能都不是很好 而且我妈脾气也不怕好 晓晓 我既然说了要跟你一块回老家 我就做好了 面对任何事情的准备 好 买菜了去啊 叔叔 你们下棋呢 叔叔 阿姨好 孙阿姨 回来了 叔叔 回来了 小圈 叔叔 阿姨好 好好好 挺好的 disabilities 妈 妈 小小 妈 你等我一下啊 哎哎 妈 你谁呀 你怎么跑我家来了 要债的 我我我我不是坏人 我不是坏人 我是贼吧 不是贼 不是贼呀 不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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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人 妈 自己人妈 我我我我大大学同学 什么同学 妈 妈 妈 你刚上哪儿去了 我上派出所录口供去了 口供 什么口供 那帮人找麻烦来了 你不会是还没还钱吧 一大早就找上门来了 刘晋芳 出来还钱 刘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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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什么吵 一大起床 你们还让人家睡觉吗 干什么呀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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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是 进去 你这个淘汰的 你又找人什么人 跟着人家走 进去 刘晋芳 刘晋芳 还钱的日子到了啊 你再不还钱 别怪我不客气 把自己写上 背着 您掉我上 hypoth ж 臭流氓 动手 来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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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номer 我从家莫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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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transmission 看我的保死 täll的人 就死了你们 要钱 没有 来 有本事把我手剁了 你太嚣张了吧 刘金方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现在已经到了还钱的日子了 你要是再不还钱 小心我拆了你这方子 好 好啊 来 对公安局是个证据 来 来 我把110拨好了 就差这么一案了 来来来 刘金方 去 把这女人手机给我抢回来 去呀 你有种啊 刘金方 你给我等着 我还回来呢 快走 什么呢 我电话还没拨出去呢 警察就来了 你说 该找这三个坏人 被抓起来 我就还了四万块钱 剩下十二万都在这里 不是 到底什么情况啊 妈 还有小悠 这么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啊 我 你谁呀 一口一个妈叫着 我怎么不记得 有你那么儿子 妈 你好 不是 阿姨 你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不是 我叫沈猴 三点水那个沈 王猴将相的 猴 我妈 她是我男朋友 阿姨 折腾了一早上了 你是不是饿了 我给你弄点东西吃 我是个饿着呢 可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没有吃的 那 那我们可以给您去买点 我俩去菜市场 给你买点回来做 对对对 阿姨 我们先走了 不是 小悠 到底怎么回事 你妈从哪儿欠的钱啊 欠的高利贷 那怎么不早点报警呢 我当时就是怕我妈会出事 也就没想那么多 那谁借的钱 我找陈志远借的钱 陈志远 你为什么不找我 我找你你一时半会儿 能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吗 你不还是得找你妈吗 我 我可以找雨晨 我就算是找陈志远借钱 又怎么能 又不是不还他 那你怎么还 我现在还有一万多的存款 再加上我每个月的工资 从工资里扣 怎么这样 别从你工资里扣了 这四万块钱 我帮你还 不要 你不许去找你妈小姐 放心吧 不会 现在我跟我妈的关系 你觉得我问他要他会给吗 晓晓 咱们买些什么呀 现在 买菜咧 这现在怎么卖 三块二 三块二啊 能便宜点吗 你这线菜不太新鲜 瞧你年纪轻轻的 还挺会还价的 行 要不给三块吧 三块啊 好 对了 你妈为什么会欠高利贷 我还没问你 打麻将要输钱了吧 没想到啊 你到底买不买啊 别处在这儿啊 影响我做生意 谢谢啊 买菜吗 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啊 八块 妈 来了好多啊 小陈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你回过家了吗 你妈妈那边怎么样了 早上那帮放高利贷的 又找上门来了 得亏有人匿名报得紧 把他们都给抓得起来 我妈把那四万块钱 也给还了 还录了口供才回来的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田阿姨 我妈她借高利贷 是打麻将又输钱了吗 不是的 她最近打麻将 都已经不玩钱了 你 你妈没跟你说啊 没有 她是被一个牌友给坑的 那个人呢 是最近才开始 跟我们打麻将的 每一次都会请我们 喝点茶什么的 反正出手挺大方 好像挺有钱 那你妈妈一打听啊 知道那个人的钱 是在什么投资平台上面 赚到的 那个人看到你妈动心了 就怂恿她也投钱进去 说是可以帮她操作 什么投资平台 那都是诈骗 到时候他们就卷钱跑了 你妈妈一开始小投了一笔 可是很快利润就翻倍了 她就觉得应该多投多赚 所以就想到问我们借钱 可是我的钱 都不在我自己手里 我实在是帮不上忙 所以她才想到借高利贷的 她没想到 那个什么平台是骗人的 你妈妈从高利贷那边 借的四万块钱 在那个什么平台里面 一毛钱都没拿回来 结果高利贷那边反而力滚力 变成了十六万 所以那帮人才上半催债的呀 我妈她老相信这种 不劳而获的事 得亏这次是运气好 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小陈啊 你也别怪你妈妈了 都是为人父母的 她的心情啊 我懂 她想多赚点钱呢 其实是想帮你 减轻一点负担 她有一次跟我讲过的 她说 你一个人在上海 这种大城市生活 很辛苦 赚点钱不容易的 晓晓 你这别怪你妈了 你妈挺单纯的 好好劝劝你妈 好 那 那我先走了啊 阿姨 再见 谢谢啊 好 妈 阿姨 你帮我妈 阿姨 她们呢 你别谢谢 阿姨 阿姨 来 来 您坐 您坐 坐坐坐坐坐 你就对 对对 我来 我来 来 慢点别见一身 没事仪 没事 没事 这儿有 有啊 我帮你打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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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没事 我 我来 我来 要干什么呀 那个 这个干嘛是 擦门去吧 吃的 吃的 吃的肯定很好吃啊 阿姨 那您先休息啊 阿姨 那我 门一会儿就干净了啊 让地方让地方 让地方 你这笨手笨脚的 去把桌子腾出来 那你来吧 那你来吧 阿姨 您这手法呀 都赶上五星级的 我看起酒店大厨的标准啊 拿个盘子来 好嘞 盘子 拿个大点的行不行啊 好嘞 大盘子 行行 放开 妈 你当心手啊 我看起酒吧 葱姜蒜 葱 葱姜蒜啊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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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蒜 葱姜蒜 快快快 葱姜蒜 葱姜蒜 来来来来 你小心点手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不一样 那个 你们两个 认识多久了 八个多月了 怎么认识了呀 我们俩大学同学 天天都能见着 那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阿姨 我 我暂时还没有工作 不过很快就会找到工作了 您放心 我到时候肯定会照顾好晓晓的 晓晓这两个字 是他让你跳的 我给他写外号 这是他爸给他起的小名 不是 我发誓 我 我绝对没有撒谎 我真 我真的给他起 那你看上晓晓什么了 他呀 他太多了 总之 他优秀 哪儿哪儿都优秀 您可能不知道 晓晓在学校里啊 年年都拿奖学来的 你也不得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来 谢妈 叫阿姨 谢阿姨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 你不再喝鱼汤吗 我有什么 赵老师 你看 你们就不想说点什么吧 是不是因为我第一次来 您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说吧 我可就说了啊 那十六万是从哪儿来的 找朋友借的呀 你有什么朋友这么大方 一下借你这么多钱 不是 妈 你到底想说啥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明白 在上海那样的大地方 接触朋友 谁知道你接触了什么三脚九油 妈 吃菜 吃菜 阿姨这个 真的啊 我可以替晓晓作声 谁啊 谁啊 不会是那帮放高维大脑又来了吧 不会 你想想看 警察都找过他们了 而且钱也还了 没准是阿姨的朋友 谁啊 说话 中神弄鬼的 去了趟派出所还嫌不够 不见棺材不落泪 大嫂 我来 姐 你看 没别的意思啊 我听说你们家出了点事 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帮什么忙啊 你是来看笑话的是吧 我 我不是的 姐 我 你别误会我 你少装好人 我真的是看看有什么能帮我 姓张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真还有点良知 你就告诉我 当年撞死我们家老颜 那人现在在哪里 你说 我 姐 我真不知道 我要是能不能不告诉你吗 怎么了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哪得记得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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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快点出去你妈 那你妈冷静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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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开 不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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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说 说 妈 妈 妈 第一 你们家出了点事 我听说了 然后我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我是真心地想帮忙 第二呢 我就是个卖车的 那人就是试试呀 我哪知道她是谁呀 我上哪儿找她去 我哪儿认识她呀 我真不知道她在哪儿的 姐 我知道 你放心 你看我这 妈 姐 妈 妈 别打了 姐 姐 姐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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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抬着我 你 姐 你冷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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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有啥事 你跟我说啊 你没事吧 不要 好嘞 妈 快走啦 走啦 走啦 咋的了 这十六万 那十六万是从哪儿来的 我找朋友借的呀 你哪儿来的那么那么有钱的朋友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拿到郑建国的钱 不是 跟他没关系嘛 那哪儿来的 我真找朋友借的 我事不也摆平了吗 哪儿来的那么有钱的朋友啊 妈 你告诉我啊 妈 说 说 你再打我 你再打我 打我 把阿姨打坏人打学校干嘛 你 你要是我们老颜家的女婿 你就赶紧跟我追去 你叫我叫我 别跑 妈 妈 我去那边 别别别 别别别别 别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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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着她 她也不会说的 那怎么办 我还等着做女婿呢 咱现在回去啊 走 河边走走去